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写的技能 写出更漂亮的字来 所以今天我们开始第四课 让我们接受新的挑战吧 今天我们讲锤点 锤就是锤直的锤 也就是竖点 这个点 昨天讲的 上次讲的是 点是斜的 45度角 那么今天讲的是锤直的 锤直的角度 那这个锤直的角度的点 像这个锤直的角度 也就是45度 也就是90度 就是锤点 这个点可以竖起来的点 这就是锤点的理由的解释 那么 这个锤点怎么写呢 也是要注意 点的起笔是要尖尖的 是要尖尖的 如果画一个水滴的话 就是这样 头上尖尖的 下面圆圆的 那我们写一下 轻其笔 稍微顿一下 轻其笔 稍微顿一下 这边为什么要带出一些呢 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让带出不要太多 轻其笔 顿一下 也可以不带出 轻其笔 顿一下 那我们写一个 回忆的意词 回忆的意词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叫竖心旁 这个竖心旁的笔顺 一定不能搞错 一定要先写两个点 不能先写数 而且左边那个点就是我们说的垂点 是要垂直一些 右边那个点相对来说是一个小横点 可以横一些 而小横点的高度跟这个垂点的头 基本上是平行的 基本上是平行的 处于平行的高度 竖一定要写的非常垂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垂点侵入笔 横点 注意 横点跟垂点的头是处于一个高度 树垂直 好 这边写一些 然后这个肚子贴在中线上面 然后下面平一些 回忆的意词 好 我们再写一遍 树心旁先写一个垂点 横点 肚子中线靠上 下面平 那我们下面写一个火字 这个火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两个点是处于中线的附近 大家可以观察 中线的附近 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 而且笔顺一定要注意 火的笔顺永远是这样的 先写两个点 先写两个点 再写撇和哪 不要搞错 好 我们写一下 在中线附近 两个点 第二个点像一个小撇一样 是有一个斜线的 也就是说 右面一个小撇 比左边那个点稍微高一些 然后这是个竖撇 先竖再撇 交叉点也是在中线 好 纳出尾巴 不要撇 平一点 那我们再写一遍 点 小撇 出头要多一些 保持垂直到尾部上弯 交叉点在当中 不要撇 注意不要写成这样 处于平的位置 这就是不对了 那么第三个 北京的金 这是个斜点我们学过 45度角斜点 然后这个横 特别长 口在填字格的中心 好 再写一遍 写点头比较尖 口在中心 这个在竖线上面 这是个垂点 好 我们写一个r 顿比 小字的左边 小字的左边就是垂点 垂点 垂点头尖 注意角度 这两个点的角度 尘 灰尘的尘 这边收掉 斜点 注意 两横的差距非常长 第一横特别短 第二横特别长 这样形成一个对比 下面的横很长 能够稳住整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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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特别长 这边顿比 E 注意 E的斜点和垂点分配在哪里呢 我们第一个点 其实就是一个斜点 45度 这个点是垂点 然后这个最后一个点 又是一个斜点 所以这个字特别好玩 有两个斜点和一个垂点 好 垂点的 这个斜点的尾部在填字格的中线 然后横 从填字格的横线出发 斜斜的 比较长 这个字是相对来说比较扁的 我们在 如何使用填字格里面讲到字的形状 为什么这个 这个E字是比较扁的字呢 因为这个横是主笔 这个横是特别长的 上次说过 凡是横比较长的 比方说女孩子的女 横比较长的 它是主笔的 那么整个字就会比较扁 那这个E就比较扁 好 注意这边是个垂点 这边是个斜点 好 三个斜点 一个垂点 然后整个字比较扁 长横比较舒展有力 这个字就出来了 好 我们再写一遍 斜 这个短 这个长一些 垂点 斜点 好了 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讲的垂点 也就是小的竖点 点有各种根的方向 有斜的点是45度左右 这个点是90度左右 所以叫垂点 或者叫竖点 那么运用特别多的是在竖心旁里面 这个竖心旁一定注意笔顺 左边那个点是斜点 右边那个点是横点 先写两个点 先写两个点 再写一个竖 竖跟右边的小横点靠上 好 在火上面也是一样 先写两个点 先写两个点 左边那个是 就是垂点 那么垂点 跟斜点是一样的 要注意头上是比较尖 头上比较尖 尾部稍微顿一下 稍微顿一下 或者是跟另外一个点呼应 你看这个耳 就是垂点 然后跟另外一个点呼应 北京的金也是垂点 然后跟另外一个点 一个斜点呼应 北京的金也是两个斜点 一个垂点 这个也是 一个 两个斜点 一个 垂点 那么垂点和斜点的区别 就是在于角度的不同 其它是一样的 那么 这几个重点的字 希望小朋友们多加练习 让我们接受 新的挑战 好 谢谢大家